这事居然发生的2024年让人震惊 随着大量有钱的亚裔移民 欧美发达社会 高档社区里的亚裔逐渐占了多数 大家好,我是顾尼琼博士 根据新闻报道 2024年6月初 一对白人夫妻站在一家车道上 乱言乱语模仿和嘲笑亚洲语言 男人公开高喊 讨厌亚洲人 因为他们长得太丑了 还不会说英文 并且打开窗户大喊大叫 亚洲人滚回去 滚回你们的国家去 当记者采访时 这对白人夫妻表示 自己是这个社区的少数民族 应该是需要被保护的 我觉得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大量的有钱的亚裔移民欧美 其实他们不知道 真正让他们富有的是 他们的原生社会 如果不懂得对原生文化感恩 那么在别的社会 也就只能苟言残喘 尤其是去了欧美 却不会说英文 其实就很叫人郁闷了